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红台长 感恩祝援本次法会的大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感恩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分享我的学佛感悟和心得体会 分享过程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菩萨原谅 请台长恩师原谅 我叫陈奇 来自山东 今年28岁 五年前 曾经是一位白血病患者 2011年 22岁的我 从直 正值青春 浪漫恋爱的季节 一向健康的我 有一天 因无意间发现腿上有两块大青 去医院检查 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当时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紧接着住院治疗 疾病的折磨 化疗的痛苦 一下子 让我跌落到人生低谷 命运的噩耗 让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孩 刹那间 沧桑巨变 心理的落差 让我整个人都垮掉了 经过反反复复 十几次的化疗 头发全部脱落 整个人日渐消瘦 家庭也负债累累 犹如活在人间地狱一般 2013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结缘到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书籍 白话佛法和经文念诵 还有卢台长弘法的视频光碟 看图同 让我觉得好神奇 台长自立行间的话语 让我忽然间 有种破迷开悟的感觉 当时看着看着 就泪如雨下 从今我无数次的抱怨上天 如此不公平 问过无数次这是为什么 我找不到答案 当我看到卢台长法会光碟时 我才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因果 没有为什么 没有不公平 正什么因 得什么果 因果轮回 真实存在 我感觉自己就像找到一盏指引生命方向的明灯一样 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走进了心灵法门 自从学习心灵法门之后 菩萨和台长的慈悲加持 内心不再过多的恐惧和迷茫 有观音菩萨做我的精神依靠 有台长的指引 我更加有信心了 我对自己说 一定要勇敢的活下去 2013年年底的时候 机缘成熟 我设立了佛台 设佛台后明显感到菩萨对我的加持 但是台长说过 这种病必须要吃全素 至少八百张小房子 放生上万条鱼 否则没有硬的 我也知道自己罪业深重 否则也不会得这种病 世人不知有因果 因果何曾饶过谁 2014年农历六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 我庄严地在佛台前 许愿争生吃全素 断恶修善 四个字铸扎在我的内心铸住 吃素后 我更有信心 从此不与争生结恶缘 我相信 慈悲争生 就是慈悲自己 每次不定期到雪常规检查 指标都非常的好 学了心灵法门 身体顺利治愈康复 我终于重获新生 感恩菩萨妈妈的慈悲保佑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2015年10月 在观音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我结婚了 结婚后 我求菩萨保佑顺利怀孕 求完的第二个月就顺利怀孕了 观音菩萨真的是有求必应啊 怀孕期间 我继续利用三大法宝 运气非常的顺利 也不会觉得很累 除了前三个月人身反应外 其他的时候 能吃能喝 体重也飞涨 10月25日 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历经将近大约20个小时的阵痛 在菩萨的加持下 师兄们的助念下 平安顺产 女保一枚 无测钱 七斤四两 母女平安 苏宝宝比同龄宝宝真的安乐一样 不到六个月就会叫爸爸妈妈了 卢台长就像我生命的指名灯 心灵法门 就是打开我心灵枷锁的钥匙 我曾经是不幸的 但我又是幸运的 观音菩萨和台长师父慈悲正声 让我遇到了心灵法门 学佛之后 我从之前的多愁善感 怨天尤人 变成了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通过学习心灵法门 我走出了死亡线 恢复了健康的身体 收获了美好的婚姻家庭 拥有了可爱的素宝宝 如果没有观音菩萨的慈悲保佑 没有台长的执意 我怎能拥有今天的一切 我把一切都视为增上缘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天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酷其精致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坑伐其身 行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我把一切都视为对自己的考验 人生苦短 人生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此生只想一门精进 跟随观世音菩萨妈妈 和台长师父的脚步好好修 诸恶魔作 正善奉行 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牵手牵眼 救度更多的有缘正生 一花不 毒放 不是春 百花齐放 春满缘 愿更多的正生 都能够 离苦得乐 听闻佛法 脱离六道 永不轮回 感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无我利他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和龙天护法 感恩何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